這麼多人都會願望說 現在大家的薪水都對不到無價企業的速度 這樣就影響到我們的經濟 因為大家比較不敢開支 轉到因為這樣時 我們國內的市場就會不好 出口的表現也會不會比較好 10月份外銷經營到2減4.6% 10年345歲的負生中 不過現在經濟部長王美花市表示 政府有信心 在美尼我們的經濟生中率 可以有機會報到3% 以台北來說跟不上 買東西都是要看一下價格 不能說想買就買這樣 因為想要節省一點 就猜著自己煮或什麼的 可是也發現就是市場 好像也不一定真的有比較便宜 不少人有感覺 起薪水的速度 根本就不得到不計千塊的好多 經濟 主委總署調查危機控制空 二九一控制三年 前九個月十多中薪水 不僅年輕率一年比一年少 尤其是今年前九個月 十多中薪水又倒退率 二減兩點七百% 全國議長期內可能對台灣內宿經濟不離 不過不會引起通貨作案 目前看起來倒是沒有什麼就是說資產泡沫的一個危機 所以說通縮不是那麼簡單就會發生 還要有很多情境的配合 它才會出現這種情況 對亞內宿可能專業外宿議員表現不好 經濟部公布相信十幾個月下宿地圖 五百一十八點七億美金 二減四點六%已經連續十四個月 負責成長 受到通膨還有升息效應的影響 全球的經濟成長趨緩 終端需求低迷 產業持續趨化庫存所致 不過通績處有過 順利期受AI需求 這次電單和三亞扣存企劃 今年幾幾幾 這三大因素十幾個月下宿電單有希望專政 經濟部長歐美化五千美女經濟成長有希望補殺 景氣的循環上升 以及台灣科技的發展 AI的發展 對台灣的GDP明年有這個百分之三的成長 是這個機會是非常大的 台灣美女經濟成長 落橋過三% 不過五個月以下 重度的現場的因素 美女經濟成長以往變成要個觀察 記者綜合佛道